大家好 这边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安装MacOS 首先开机之后马上按下UP群键不要放开 大约10秒钟之后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我们可以用左右键选择最右边的光碟来重关Mac 选择好之后按下Enter 现在是光碟机在读取Mac的重关光碟 因为这会读取上5分钟左右的时间 所以我会用快转带过这个画面 如果你想升级你的OS版本 或者不想破坏云来的程式和资料 你可以直接选择继续 如果你想要干净的重关Mac 这个画面不要选择继续 请选择后退 这一片是跟大家介绍如何干净的重关Mac 所以这里选择后退 这个画面可以选择语言 如果你想要选择其他语言 也可以在这里选择 但我现在选择以繁体中文为主要语言 选择下一步 如果你想要干净的重关Mac 就必须先清除分割硬碟 现在选择工具程式 辞碟工具程式 点选一下要分割的硬碟 选择清除 格式维持预设值 名声输入Mac 选择清除 选择清除 这样就是重新格式化硬碟 如果想要重新分割硬碟 就点选一下分割 点选一下分割区布局的下拉式选单 这边可以选择分割成几个硬碟磁区 我这边选择一个分割区 在名称这边输入Mac 格式用预设值 接下来选择套用 选择分割 这样子硬碟就算做好分割和格式化了 现在关掉直叠工具程式 现在选择继续 现在选择继续 选择继续 选择同意 在这边用法属点选一下想要安装的硬碟 选择继续 接下来的画面会跑上二三十分钟 我会用快转带过 大约十秒钟左右 就会到下一个要动作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安装过程中 会经过哪些画面 这个画面选择台湾 选择继续 这边可以选择想要预设的输入法 我们按照预设值选择继续 点选现在不要传送任何资讯 选择继续 这边可以输入你的Apple ID 不过我现在选择不要登录 选择继续 选择略过 在条款和条件的画面选择同意 选择同意 这是建立电脑账号的画面 在全名输入你的名字 账号名称会自己沿用全名 在密码的空格输入想要输入的密码 右边的空格要重复输入一次 接下来输入密码提示 选择继续 这个画面全部取消打工 选择继续 这样重复就完成了 谢谢各位 在面 毛色 上 樁 眼 行